面对这样的败选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他的表示 这代表党的努力不够 他们会深自检讨反省 因为蓝营的铁票舱 现在也有失守的一天 这也让年底的县市长选举 在蓝营出现警讯 苗栗县令委补选翻盘 国民党在铁票区丢了席次 党主席吴伯雄佛王山 只讲到不忘要党深自检讨 我们会深深的反省检讨 也许我们的努力不够 我们希望我们会更努力的 来争取人民对我们的信心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对大安区来讲会是一个警察 我想两个地方的情况不大一样 对大安区补选依旧充满信心 但苗栗县选输 代表国民党票舱浮现危机 相较之下 两天两名名 在绿营狭树贞仓回国气势 周期委民调又不见起色的同时 人选考量 已经是国民党不得不慎重的问题了 国民党不会走倒退的路 一定有民主的旗帜 我们不能说为了求一死的方便 哎呀你们不要再吵了 我无谋人来决定 我决定不可能走倒退的路 尤其人家真的很热闹 还有沉水扁还有他的提名 人选难获明星 挂着国民党旗帜 也不一定稳操胜算 败学警讯 国民党恐怕得重新思考 年底选战提名策略 中央新闻 志愿宗 唐光南台北 采访报道 大家感谢观看